在看到大家去看電影啊 自己帶東西進電影院吃 到底可不可以啊 這個以前就已經被消保法呢 給糾正過了 因為這已經違反了消保法 結果呢 現在這個看到還是有很多的電影院啊 還是禁止大家從外面帶外食進去 結果呢 竟然還沒收人家帶著吃的東西 結果就被這個電影院的客人給投訴了 這業者說其實是維護觀賞品質 但是消保會發文要求限期要改善 不然的話不排除 要告喔 這個可以帶進去嗎 這不行啊 不好意思 這是禁帶外食 明明電影院禁帶外食的規定已經解除 準備帶進場的飲料和零食 還是被沒收 國平和喜滿客 仍舊全面禁止攜帶外食遭到投訴 民眾看法不一 曾經有到電影院 然後外食被沒收的過程嗎 有 有過 那時候的心情怎麼樣 嗯 我覺得蠻難過的 所以就沒有再去過了這樣 所以你覺得可以有限度放快 對 我覺得也許某一些不會影響到大家 其實看電影 我覺得還是要尊重大家 就是如果會干擾到還是不是很好 嗯 對 所以你自己是不帶外食 對我盡量這樣 會想要懈戴外食的民眾 多半是因為電影院販售的餐點 一份爆米花加上一杯飲料 動輒就要一兩百元 價格實在偏高 不過目前仍然就有四家飲程 包括了中和環球國賓飲程 以及台南國賓 還有台北高雄的喜滿客 都是全面禁帶外食 而台北微風的國賓飲程 則是放寬飲料限制 但冰淇淋和熟食仍舊是禁止 業者堅持禁帶外食 是為了維護觀賞品質 因為畢竟有些東西 真的你帶進影廳 其實很容易讓影廳變得很髒亂 有些氣味也會讓 呃 領座的客人覺得不太舒服 某一些電影院業者還是堅持 全面禁帶外食 我們不排除根據消費者保護法 五十三條第一項的規定 來提出這個不作為訴訟 業者不讓步 消保會就強制發文要求限期改善 甚至不排除提起訴訟申請法院裁定 電影院攜帶外食的問題 消保會和業者仍無共識 專診郭昂樹翟軒台報道 消防人員